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哈喽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观看千锋UI设计学院的 我道别Electrital 2019技术课程 我是本套课程中处江老师知识 今天这节课呢 我们将继续来做一下 这个折叶的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宫崎骏的一个介绍 那我们上节课 为什么在这里停止了呢 是因为我们会发现 这一页设计 就是它过于单调 最后如果说大家 把它的人物介绍 我们先找一下 找一下我们的素材 比如说把它的人像 人像先拖过来 放到这里 可以稍微大一些 那我们在上边 做一个这种人像 然后再给它去写一些 这个文字的话呢 这种设计过于单调啊 就是说没有设计感 那前边呢 我们也结合了什么钢琴呀 各种这种乐器 那背面这一面的话呢 就和音乐的元素 这个连接要少一些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啊 你像我在这里找一张素材 我们来看这个素材在哪里啊 应该是最后一个啊 这里 你看我们这里呢 也找了一些这个音乐的这个素材啊 那这个音乐的素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一些 对吧 比如说这种音符 对吧 你选择一个放在这里 是不是都可以去用 那我这里呢 先做一个图像描摩 然后扩展一下 之后把他的背景删掉 我现在选用一个啊 首先呢 我先去取消编组 那他现在呢 为了大家看的比较清楚 我先给他改一个颜色 好 那这里的话呢 他就是一个音符 对吧 我们可以给他去放大 放到这里 对吧 可以给他放到这里 我们向下一动 再放大一些 可以让他出来一些 都没有问题啊 那比如说我们放到这里 那人物的话呢 他对应的就应该是 要给他去移动一下位置啊 我们要给他往左移动 OK OK 那接下来这个文案的部分 他是不是应该也是移动一下呀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文案都选中 应该选中 应该选中向左移动 那由于我这一部分呢 他都一边齐啊 所以说呢 呃 就是说一些空隙啊 什么这里都没有考虑 那真实你在排版的时候 其实他是有一些空隙的啊 不会这么齐 好 我们把它放到这里 那放到这里之后 啊 放到这里之后 呃 怎么和整个画面结合起来 我在这里的话呢 呃 我可以先去找一些什么 这个素材 你像相关的素材 那你像比如说这种彩图 好 拖进来 然后放大一些 OK 嵌入 我们可以用一些这样的这个素材啊 然后我呃 我在这里的话呢 需要把它向上移动 Ctrl加上右中块键啊 给它向上移动 或者说直接置顶 好 接下来要做什么 肯定也是 剪切蒙板啊 Ctrl加上7键 去给它做一个剪切蒙板 那这样的话啊 你看什么都看不清了 好 Ctrl加C 那我就可以多去做几个 多去做几个部分 比如说在这边有部分啊 去做剪切蒙板 然后下面再有部分去做剪切蒙板 那这里的话呢 我把它 哎 这样拖 复制出来一个 好 这里Ctrl加上7 啊 剪切蒙板 然后我们接下来呢 呃 还是需要图片 啊 比如说这张图片 色彩也很鲜艳啊 拖进来 好 嵌入 然后调整一下它的大小 有点太大了啊 太大的话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或者是直接还是用我们刚刚那张图片啊 也是可以的 那我把它呢 还是应该是 哎 移到这里啊 要对上 然后我们去给它 Ctrl加上数字7 好 它应该在上 它在下 Ctrl加上数字7 对吧 这样给它去接一下啊 Ctrl加Z 我们把它 这张图感觉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还用这张图 往上它们能接上的感觉啊 然后嵌入 放大一些 好 把这个支顶 Ctrl加上数字7 对吧 这样的话就能接上了啊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 给它加了一些音乐元素 但感觉和整个画面还是有点突兀 那我们应该还怎样 衔接一下呢 那你像后边这一部分啊 我可以用钢笔工具 你像这些部分 大家都是可以让它填充成 黑色的 那当然我们这个黑色应该放在哪里 要向下移动吧 放到后侧啊 放到后侧 OK 那这样的话 左右是不是就连上了 对吧 连上的效果呢 就看起来没有那么奇怪了啊 那我们右侧呢 需要给它去加一个文案部分啊 在这里的话啊 它应该是这一块的一个介绍 对不对 这里的话呢 我就用这个假字填充了啊 就用假字填充 我们主要看一下它的效果就OK 好 Ctrl加A 嗯 Ctrl加A全选这个文字 然后让它改成白色 OK 我们让它又对起 啊 又对起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嗯 这个 这一面的这个 呃 内容啊 这样就做好了 然后课下呢 大家也是要多练习一下啊 呃 主要是练习它的一个排版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呃 这个呃 呃 里边的文字的处理啊 细节的处理等等 好 那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节课见 2 3 3 5 5 5 9 1 eler 5 1 אח 3 5 6